最后一个比较重点的词 咱们来看一看后面那个 发出尖叫声 发出尖锐的声音 当动词来用 或者当名词来用呢 就是这种尖叫声或尖锐的声音就好了 动词名词发音拼写完全一样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squeak 这个发音得注意 不要读成squeak 因为s后面 这个一旦中毒声带要酌化 所以这个k要变成g 这个声音在里面 squeak 发出尖叫声 发出那种尖锐的声音 可以用squeak这个词 那么这个词呢 多指声音不是特别大的一个 就自尿自尿自尿 声音并不太大的 这种尖锐的声音 我们看一下简单例子 the squeak of a mouse 一只老鼠 老鼠的叫声 这个很尖锐 但声音并不是特别大 这是当名词来用的 再比如说 the door opened with a squeak 这个门怎么呢 支妞一声开了 这可能是门的这个 荷叶就是hinch 荷叶这个东西 中间可能需要告油了 所以总用总用 这门一打开 这个声音也叫squeak 叫发出尖锐的声音 但一般是动静并不太大的声音 跟它类似的还有一个词 表示尖锐的声音叫 screech 你看跟它翻译很类似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screech screech 这个词一般也是表示 发出尖锐的词尔的声音 你想 the screech of tire 轮胎发出尖锐的声音 这个tire咱们用的是 美式拼写 因为英式拼写用的是 tyre 叫tire 美式是tire 更好评了 叫tire 加儿化韵 轮胎就是在紧急刹车的时候 轮胎跟这个路面 尖锐的声音 也是刺耳的声音 可以用它 这是我们看 这是它一个统一的词 那这个区别下 还有尖叫声 这两词一般不止东西 什么轮胎 门合也一般不止它了 一般表示情绪化的尖叫声 尤其表示女孩子 啊 兴奋 或者恐惧 总之非常情绪化的尖叫声 这两个是同一词 做动词做名词都可以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Scream Scream 同样不要读成Scream 这个K还是浊化成G 尽管它听不太清楚 但依然有浊化的痕迹 再来边 Scream Scream 再读第二个 Sheak Sheak 你看它本身发音呢 就不叫尖锐 你发现了吗 中间都是场音E 你看Squeak Screach Scream Sheak 都是发出尖锐 这个很尖锐的声音 把长音E 细细的声音 但是后面两个词呢 只能表示人了 一般表示女孩子的尖叫声 你比如说 The girls are screaming 或者是are shaking with excitement 女孩子兴奋地尖叫了起来 看到大明星了 李敏浩 从车上 这个 从飞机刚下来 女孩子 啊 李敏浩不得了了 发出尖叫声 这个 Scream 或者Sheak 有这个含义 这个时候用那个 Squeak 和Screak 就不合适 那还以为是老鼠在叫 这个是 人情绪化的尖叫声 同样动词名词都可以 好 这是我们第七课的 声词和短语 就讲到这 希望大家仔细复习 牢牢掌握